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这块控制板的电源部分 这端是220伏输入,这是保险,这是压敏电阻 当输入电压过高的时候,压敏电阻会击穿保险烧断,保护整机电路 这个是插膜抗干扰电容,供膜抗干扰电杆,插膜抗干扰电容 NT吸收敏电阻是为了抗浪涌的,我们看它的电容很大 上电瞬间,它的电容充电,电流很大 所以通过这个NT吸热敏电阻抗浪涌 当后级电压正常的时候,通过单片机给我们的继电器提供一个启动信号 使继电器闭合,从而给整机供电 继电器和NT吸热敏电阻输出的交流电压经整流桥整流 电容滤波以后是300伏电压 300伏电压加到我们这个开关闭压器的初级 通过它的初级绕组,加到它的功率管上 这个就是它的功率管 它的漏级接在我们这个开关闭压器的初级 这段就是接我们300伏滤波电容的正级 也就是300伏电压经开关闭压器的初级,加到功率管的漏级 这个位置是原级的电流取样电阻是并排的 它的山级是通过3842六角输出的驱动信号进行驱动的 另外,在开关闭压器的初级通过这些电阻 提供一个启动电压给我们的芯片供电 另外,还通过这个反馈绕组,通过二级管整流 电阻线流以后,给我们的芯片七角再提供一个电压 很显然我们这个通过片是接地的 这个就是供电滤波电容 这个点与我们这端是接在一起的 另外,开关闭压器次级绕组输出的电压 经这个肖特级二级管整流输出一路 是32伏 然后经板背面的TL431控制光傲进行吻压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源管理芯片 优西3842了 它的一角可以当作吻压引脚 当二角接地,一角的电压越低 输出的占控比越窄 一角的电压越高,输出的占控比越宽 二角也可以用作吻压引脚 当二角吻压的时候 通过电容和电阻与二角,一角之间相接 二角的电压越高,输出占控比越窄 二角的电压越低,输出占控比越宽 很显然这里是用了二角进行吻压 它的三角是电流取样引脚 通过线流电阻接到我们功率管的原级 电流取样电阻上 刚才我们看了一排电流取样电阻 来控制它的电流大小 四角是震荡引脚 通过八角一个线流电阻接到四角上 然后通过一个电容接地 这个电阻就是八角过来的电阻进行震荡 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能够改变芯片的震荡频率 五角是接地 六角是驱动引脚 通过这个线流电阻给长管的三级提供驱动信号 同时长管的三级对地有一个10K的电阻 七角是供电引脚 刚才我们看了 是通过这个供电滤波电容上的电压 给七角进行供电的 它的供电电压一般是在16V以上 八角是五V基准输出 这个五V基准输出 在这里它给我们这个光偶的四角提供一个电压 这个光偶的三角是通过线流电阻接在二角上的 很显然这个二角的电压越高 输出占空比越窄 也就是光偶四三角导通的内阻越小 它输出的占空比越窄 如果这个光偶是截止状态 二角的电压是最低的 所以这个输出占空比是最宽的 这个当然就是开关变压器了 这个二极管电阻电容组成了第二系电路 是房间封的 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长管的 光偶的这端 受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很小的远价 和周围的电阻 周围的电阻是控制这个TL431的 这个TL431控制这个光偶的一二角 从而控制四三角的内阻 从而控制二角的电压 从而控制整个电路的电压 这部分就属于稳压部分 这个二极管输出经这个电容滤波 给我们这一端有个7815供电 它输出15V给我们的驱动电路供电 也就是给我们UVW向的功率管 驱动电路供电 这个二极管和这个电容输出一路 给这个7805供电 这个7805是给我们的主控 MCU供电 还有相应的光偶等电路供电 我们刚才说了后边有一个 销特级二极管 也是开关密压器输出的一路 输出一个32V 给相应的电路供电 这就是它的电路图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